因开学第一周板桥警分局针对辖区内十所国小 在通学的时段结合了导护志工还有老师 全体总动员来维护学童的人生及交通安全之外 也利用机会向家长来进行防诈品宣导 小姨新生中午放学时间一到 校门口满满都是来接送小孩的家长 因为国小开学第一天就怕孩子适应不良 估计开学第一周都还是校门口人潮高峰期 我们平时针对国小的学童的一个上学或者放学的安全维护的安排 早上7点15到7点55准备中后五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 中午是12点到12点半 下午放学是下午16点到16点半 我们在上学期间我们都有安排这个警力 在现场维护学童的一个上学放学的安全 过了一个暑假的校园开始充满了活力 保护孩童型的安全 板桥分局表示 除了辖区内十所国小 有五个派出所负责分配请务工作 还特别在家长接送区 向家长们还有学童宣导防治性撒扰 全民防诈骗的观念 并且也请家长遵守学校跟警方规划的接送动线 确保孩子们能够平平安安上学 快快乐乐回家 我们在现场除了让这孩子知道 特别是诈骗 诈骗的了解要从小扎根 另外富有安全的部分 我们希望孩子如果遇到在校内或者是校外 遇到不乏的侵害 不当的碰触等等 要记得跟家长还是老师来做反应 板桥分局也因应开学第一周 加强交通疏导的规划派遣充足警力 同时要提醒家长 接送孩童时务必注意行车秩序 行进的驾驶人也需要严格遵守 里让行人政策 打造优质的安全校园环境